大盘分析,造盘撒大半只跌开,集合竞价后上阵跌破2450点,生存只跌破7100点,创建板跌破1200点。 这个对市场的打击非常大,开盘跌停个股在45指以上,恐慌心里弥漫整个市场,感觉今天又要先股跌停的意思。 人人自卑,生怕跑不出去,但是,凡是遇到这两个字他就有转折,有气死回声的机会。 9点30分正式开盘后,三大半只均出现了较好的反弹,创业板表现最为强势最为强势,涨幅在2%左右,完全收复了昨天的失地,达到了周三的V字反战的位置。 上阵指数最高也突破了2500,技术上,上阵指数,生存只,创业板指数KDG60分钟现身出现了20下方的金叉,短期市场走出反弹的技术形态。 早拍消息,熟悉娘妈的工具箱已经快掏空了,也是该让爸爸们挺身而出,再爱熊孩子们一次了。 既昨天有主席谈,采取精准有效措施,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,证监局要停东放人林质押强评。 今天一、郭、刘一行两回的首老人物,牺牲喊话,提振股市信心。 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,一要求银行科学合理的做好股权质押风险管理,而加到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, 允许保险资金设立专项产产品,参与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流动性风险,不嫩入权益投资比利监管。 三、鼓励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基金,和格斯木股权投资基金,全身资管产品分别获连和组织新的基金, 帮助有发展前景但暂时陷入经营困难的上市公司输解股票质押困境,促进其健康发展。 四人民银行也正研究继续出台有针对性的措施,缓解企业融资困难问题。 再看看今天的早谈,券商、银行、保险、信托板块,基金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全都上班了,市场一下子活跃了, 尤其是郭的一具科学合理的风险观观力,感觉就是对当前这样平仓风险的解救。 看来东方元林不是个案,是一个标志性事件,可以载入中国大学金管系的教科书里。 股民以后别看技术指标,别看东方财富,就看领导讲话,准赢钱,操作上,保险一点,还是看好银行。 创业版关注技术性反弹优质个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以前我们准备写出来的话,我们准备写的型品。